花花花,四周围都是花 难道美得连野猪都忍不住过来彩花? 昨天旺角花区出现这样的一幕 一只看形约一米长的野猪 突然闯入地下一间花店 警员到场后手持盾牌 在店外和野猪对峙 不过野猪成功冲破难截 逃到旁边花店 老板未怕过,尝试捉住野猪 店铺的两只狗加入战团 帮手追咬野猪 不过仍然不敌野猪的威力 跌完方姐就目击了整个过程 害怕,她就说不要出来 走回来,走回到店铺 那猪就走进店铺 走进店铺,我们就又叫我们走出来 野猪直接冲进店铺 拨过,就好像人家 狗又帮忙咬不到 狗也不可以脖,根本就这么大 老板帮忙捆住猪 猪猪猪猪进来 但是捉了一只猪猪 把嘴巴拉大,咬大 在这里,库仔就被猪咬了一口 现在还在医院里 手咬得很痛,咬得有手 叨叨流血 等一下两个多小时才捉到 走开… 走开… 为了保护花店 老板先用木棍拍打野猪 最后更徒手握着野猪颈部和耳朵 令野猪发恶,反咬老板 老板右手和右脚同告遭殃 最后老板送丸治疗 今天花区已经回复平静 不少人出来逛街 这么多年来,都是头一次有野猪闯入花区 附近都是街,又没有山头 究竟野猪从何而来呢 真是令人吵架了 很多野猪都不知道在哪里 应该在那边吧 是吗 在那边才有山 真的很少机会有 也不知道在哪里走出来了 昨天那只 这里全部斜坡大马路 没有地方让它住 在哪里都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 目标 也只能分工币 发展 产品